如果要跟着语文课本去旅行 那第一站我一定选择当初熟读全文并背诵的 岳阳楼记 这浩浩浩浩的洞庭湖大概是有什么魔力 所以让孟浩然写出了气争云孟泽这样的诗句 无论遇上晴天还是阴雨 站在这儿你都会明白 虽然范仲淹没去过岳阳楼 但他笔下的阴风怒嚎和浮光月经 都不只是想象而已 带上小米13pro来旅行 轻松拍下岳阳楼的灰宏 东庭湖的磅礴 把日新饮药 山岳前行 用最适合的莱卡色彩记录下来 一张就封身 当文章有了具象的画面 他们就不再是拗口的文字 而是最恰当的记事 走完藤王阁 再走彭莱阁 登完黄鹤楼 再登岳阳楼 也许熟悉路线再背诵 比熟读全文再背诵 更容易记一辈子 金钱一灵 放下发尽